今年的七一 香港社民聯將首次不舉辦任何示威活動 今年社民聯部分義工已經遭到國安警察約談 社民聯主席陳寶寅6月28號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形勢艱難 齊寢見諒 今年的七一 也是香港首位警察出身的特首 李家超宣誓就任的日子 北京去年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 李家超成為唯一一名候選人 中共國務院港澳辦聲稱 他將帶領一支所謂的愛國者治港隊伍 香港在經歷了155年的英國統治後 1997年7月1號主權被移交回中國 當時中共領導人鄧孝平承諾 香港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現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50年不變 這也寫入了《香港基本法》第五條 但是50年才過一半 香港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一國兩制變成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去年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 港人治港也被所謂的愛國者治港取代 中共還在強化這種變化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最近對黨媒《環球網》透露 未來港府會從多方面立法 包括就《基本法》第23條 及《網路安全法例》立法 以加強維護所謂的國家安全 2003年 港府曾經試圖 對《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 但是香港民間強烈反對 當年的七一香港約50萬人上街抗議 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不得不撤回草案 後來以健康為由辭職 香港國法在維護自由 大家跟四位有請的全力都沒有了 中共拿下香港 讓全世界看到中共極權專制 對自由民主世界的危害 並證著自由民主自由 勇敢對抗極權專制 我們繼續維護人權